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确如此 人际交往中把握好分寸 保持清晰的边界感是一个成年人必要的修养 那些缺乏边界感的人很难获得长久稳定的关系 相反 边界感越清晰 人际关系越舒服 人越容易幸福 我们仨中的杨将就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人 世事纷繁 他独守心灵的一份宁静 不吵不闹 不争不强 正因为拥有边界感 他将爱情 亲情与友情经营得恰到好处 一 爱情中的边界感决定你的幸福指数 听过这样一句话 喜欢就会放肆 但爱就是克制 真的爱一个人不会总想着改变对方 而是懂得留有余地 把握好相处的边界 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伴侣 夫妻之间要想感情和睦 必须学会理解和接纳 总想让对方按自己的意愿做事 到头来痛苦的只能是自己 在我们仨中 杨将回忆了他与丈夫钱钟书相处的点点滴滴 在他笔下 钱钟书退去了文学大师的光环 展示出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相较学术上的聪明 钱钟书在生活中显得有些笨拙 因为缺乏自理能力 他曾闹出不少笑话 杨将住院生产期间 钱钟书只能一个人过日子 他每天到产院探望妻子时 总是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哭着一张脸说 我又做坏事了 有一次 他不小心打翻了桌子上的墨水瓶 把房东家的桌不染了 当他局促不安地告诉妻子时 杨将的回答是 不要紧 我会洗 于是钱钟书放心地回去了 没过几天 他又闯了祸 把台灯砸坏了 杨将问清楚是怎样的灯 对他说 不要紧 我会休 钱钟书又放心地回去 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 每一次钱钟书做了坏事 杨将总是从从容容地安慰他说 不要紧 刚刚经历了分娩之痛 丈夫还要来添乱 换作是一般女人 一定会牢骚满肤 杨将却从未抱怨过半句 在大眼里 钱钟书的笨拙反倒不失为一种可爱 他牢牢把握住了夫妻之间相处的边界感 没有大刀阔斧地去改造丈夫 而是尊重他的个性 接纳他的缺点 一句简短的不要紧 是杨将对爱人温柔的体谅 更是他对爱情界限恰到好处的拿捏 他曾说 我一生最大的功劳 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段痴气 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 没有受到损伤 从国外留学归来后 钱钟书到清华之教 未满一年 父亲写信 想让他辞掉清华的工作 去蓝田当英文系主任 同时可以侍奉父亲 杨将觉得 清华的工作很不易得 怎么也不该换工作 他本想争执一番 但转念一想 一个人的出处去救是一辈子的大事 当由他自己抉择 于是他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没有强行干预丈夫的选择 试想 如果杨将没有这份自觉 而是对丈夫的选择指手画脚 钱钟书只会感到左右为难 夫妻间也会因意见不合而产生矛盾 很多人认为 好的爱情就应该不分你我 如胶似漆 其实爱情中的边界感也很重要 他往往决定着一段感情的幸福指数 爱尔兰诗人罗伊·克里夫特曾说 爱情不是童话剂 把你变成我的样子 把我融入你的血肉 看着你时就像看着我 而是你能成为你 我能成为我 要知道 真正的爱不是改变对方 而是互相成全 一起成长 一段感情最好的状态 是保持适当的边界感 在气氛热烈中留下三分余地 彼此尊重又各自精彩 二 没有边界感的父母伤害孩子最深 中国式父母很喜欢说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是为你好 不可否认 他们的确为子女付出了很多 但为什么总是得不到理解 甚至把孩子养成了仇人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边界感模糊 管得太宽 缺乏界限感的父母 很难养出有幸福感的孩子 而聪明的家长往往都懂得和孩子划清界限 杨将的父亲杨烟行 在教育子女方面就很有分寸感 当杨将有疑惑时 他不会擅自为他做决定 而是鼓励他独立思考 培养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读中学时 杨将各科成绩都很优秀 文理分科 老师给他的建议是学理科 但对于到底该学文还是学理 杨将自己也感到很迷茫 于是他却征求父亲的意见 父亲对他说 没什么该不该 最喜欢什么就选择什么 杨将觉得父亲太纵容自己了 父亲却说 喜欢的就是兴之所尽 才是自己最相宜的 不要太在意外界的评价 你应该选择你喜欢的和有兴趣的 最终杨将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选择了文科 学文学理本无对错之分 只要自己喜欢就是最佳选择 是父亲的尊重 给予杨将自主选择的勇气 父亲这种适度引导孩子 丝毫不越界的教育方式 深深地影响了杨将 当他和钱忠叔有了自己的女儿前缘后 他也以父亲为榜样 理智地守住家长应有的界限 给孩子充分地自由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女儿前缘高中毕业后 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 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 对于女儿的志向 杨将和钱忠叔选择尊重 孩子自己决定的是 他们从不干涉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他们没有义务满足父母所有的期待 他们来到这世上的唯一任务 就是做好自己 演员朱宇辰的母亲 曾在综艺节目《我家那小子》中 自豪地对大家说 我完全没有自我 我是用整个生命对待我儿子的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朱宇辰身上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 就连儿子的感情生活 他也要插手 朱宇辰年近四十 依然单身 虽然有过几段恋情 但因为妈妈的强势干预 最终都不欢而散 他也曾在节目中沮丧地说 妈妈给的这种爱压力太大了 追风筝的人里有这样一句话 孩子又不是图画练习册 你不能光顾着 要涂上自己喜欢的色彩 过分干预子女的生活 只会让他们变成思想干涸 灵魂无趣的默认 这样的孩子终其一生都难以收获幸福 为人父母不仅意味着付出 更要懂得及时体面地退出孩子的生活 要知道 有些事情必须由他们自己经历 唯有如此 他们才能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 书本华说 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 互相靠得太近会觉得刺痛 彼此离得太远又会感觉寒冷 也许亲密而不越界 才是成年人之间最好的友谊状态 杨将和费孝通是多年好友 费孝通一直爱慕杨将 可惜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杨将喜欢的是钱钟书 费孝通的示爱 得到的回复自然是明确的拒绝 可费孝通并不死心 被拒后 他又采取了迂回战术 托人问杨将 我们是否还能做朋友 杨将回答说 做朋友可以 但朋友是目的 不是过度 钱钟书和钱源去世后 费孝通经常去看望杨将 当时他的妻子也已离世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杨将自然明白费孝通的心思 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老友 松别时对他说 楼梯不好走 你以后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杨将的做法 看似有些无情 实则是对感情负责 既然已经心有所属 索性就大方劝退其他异性 以免对方误解自己的意思 相比 故意摆出含糊不清的 暧昧态度 彼此浪费感情 这样干脆利落的分寸感 实在是一种大智慧 三毛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避开无事时 过分热络的游艺 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 我不多说无味的闲言 这使我觉得清唱 我当心地去爱别人 因为比较不会泛滥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杨将夫妻便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人 他们对待朋友 亲而有见 淡而不腻 在不远不近的距离之间 维护着那一份纯洁美好 胡乔木 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领导 也是钱中书的清华同学 在读书期间 两人并不相识 后来胡乔木经常去找钱中书 谈谈说说 显得无拘无束 杨将夫妻对胡乔木真诚相待 但他们也明白 胡乔木与他们的身份 地位截然不同 因此 在和他交往时 也把握着分寸 正如杨将所说 胡乔木可以随便来 我们则不会随便去 钱中书曾在文章 谈交友中提到 没有比中国古语 素交更能体现出 有意的精髓 一个素字 把纯洁真挚的 交情本色形容尽致 真正的有意 看来素淡 自有超越死生的后裔 人际交往 仅凭一腔热情 是远远不够的 再亲密的关系 都不能毫无距离 朋友之间 不该问的话别问 不该管的事别管 把握好边界 热情而不越界 有意之花 方能敞开不败 毕书敏曾说 有些东西 并不是越浓越好 要恰到好处 深深的话 我们浅浅地说 长长的路 我们慢慢地走 行走于人世间 每个人都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 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中 藏着他们不愿被别人知道的喜怒哀乐 对于那个神圣的世界 我们不必打扰 尊重就好 最好的关系都有边界感 不论是爱情 亲情 还是友情 只有守住自己的界限 尊重他人的界限 才能亲疏有度 九处不厌 愿每一个善良的人 都可以在人际关系中 找到合适的边界 提升自己 获得幸福的能力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我们相约明天 伴随着您的 每一个夜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